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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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对着挺好的 就是那样 表面上大家都好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但心里面就是懒得你 随心所欲 我想干啥干啥 你谁也别想管我 我要想干的你谁也拦不住 以前就是唰就出去了 现在最起码在出去以前 我能停下来了 停下来就想一想 出去以为有没有后果啊 要不要出去啊 来回就波动了开始 这个时候就能回来了 慢慢就定住 我就不出去 这种可能定下来 就是你开始看清这下 因为气脉清净了嘛 这个时候能看清 但是能拉回自己欲望 还需要一些力量 有些欲望一碰 别人碰住的时候 你还会痛 会伤心 觉得很难受啊 你知道他说对我 还是很伤心 还有自己自我的东西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 每个人最后是破自我的嘛 那自我里边包含很多 比如别人的欣赏啊 别人的在意啊 别人的认可啊 自己的价值感啊 价值啊 自我的忠言啊 面子啊 或者很多东西 其实这些是最难破的 可能觉得忍辱还好一点 你骂我我算了 不置身了 但是你也觉得是我在忍你 就是很自我 就是觉得我是菩萨 我忍你 我慈悲等等 这些东西 我慈悲 我怎么 这些自我啊 很微妙的这些 但到最后一定要有人出 你没出你怎么破啊 这个面子 你一定要到最后 先把它放下来 你说人没有面子 你说多难受啊 但是一点一点往下放 放完了你才真的有面子 最后你会知道 没有人真正的在意你怎么样 没有一个人 不是说他们不爱你 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精力 在意你怎么样 确实你头脑想出来的 对 你认为所有人在乎 你看着你的 其实是他们忙不过自己的 都是我我的 哪能顾下你 是吧 他们就算是背后议论 你说你 他只不过是随口而已 你叫什么真啊 过两天他跟我 不那样认为你的 所以老师 你就是 你头脑叫 一叫真完了 你就受苦完了 就这些自我的东西 一点一点破 然后你就看到 别人也是这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 然后你就 我出来了 你看你们可怜的 就跟他说嘛 你看你那个不对啊 你那个不是那样啊 慢慢他也就不哭了 其实就是大家 就你度我 我度你嘛 有时候自己看不见自己嘛 你度他 他度你嘛 就这样嘛 最难破的是这点 那你心清净的时候 喜悦就多了 你现在就处在这个 心开始清净阶段 就这个时候 喜悦会拉长 就是说心清净的时候 你会享受到平静 跟喜悦 还有宁静 这个时间会拉长 但是我们的自我的东西 没破完 所以别人一碰 如果是重量轻一点 贼子也毕业过去了 再重量重一点 三天 三天心里不舒服 三天以后过去了 再重一点 马上爆发 就是看他的力度了 看他碰撞你的力度了 就是这样 那有些人就可能一句话 你就受不了 看看他的力量 但是最终你最知道 最终这个自我一定要免得 自我一定不能要 要你就成不了佛 就这么讲 自我其实是最丑陋的东西 不管你多慈悲 即使你是个大菩萨 你说我慈悲 你就已经落到陷阱里面去了 我慈悲 啥叫你慈悲 谁用你慈悲 你不要那么自以为是 你别说菩萨 我慈悲 说啥呀 你自己你知道 你只能表达说 这个叫慈悲 但是你不能自以为你慈悲 你有个我说我是慈悲呢 你就错了 你就完了 你肯定现在呢 你受罪去吧 受苦去吧 因为苦不堪言 众生会一切一切度你 让你把那个慈悲放下 但放下慈悲不代表你不慈悲 是你放那个概念 放那个定义 就是最后就破一个我 菩萨有菩萨的我嘛 就最后就把这些一层一层破 最后连那个佛也不能存在 佛也是个概念嘛 你才真的破完 你才坐这儿像个佛嘛 你脑子里有任何地域概念 有个自我的认知都是错的 你认为你是什么 你认为你都是错的 那别再说 说你两句 你认为说到我了 完了 你如果没有我 又没有说 你就叫什么证 所以这个 你认你就不是 但是这就是修行 你有什么啥 而且也不能做 就是 谁也不能做 别说你做阿千 你那个佛也不能做 你不能说坐这儿 我是个佛样子 对 那么就是佛样子嘛 佛样子 跟鸟样子没啥型 我告诉你 是吧 所以禅洲到最后 喝佛罵祖嘛 就是罵这些 找佛像的人嘛 他找了佛像嘛 最后破过来这个佛 最后 最后那些大财什么 大祖什么 过来把 写个佛字 坐到屁股底下 就是 就怕他找这个佛像嘛 最后破这个佛像嘛 最后说 佛是什么 都死绝 喝佛罵祖嘛 然后那个 就找佛像的人 马上就坐在那不行了 你去他敢骂佛 你骂我可以 你怎么能骂佛的 你是大你不到的 你 你忏悔吧 你忏悔吧 但是他那些解脱的 他就 他知道你找了佛像了 但是因为你是 他对初学的人 肯定不肯定说佛事 你要公斤要礼拜 但是对他最后要破那个的人 他肯定是这样的嘛 他救度他嘛 他高死绝 弄个佛子 做屁股 那个吓得 马上就跪下了 哎呀 你怎么能把佛 做在屁股底下呢 他说佛怎么能做屁股底下嘛 我做个佛字嘛 他找那个概念文字像嘛 对 我把个佛字 那你认为佛就是那个字嘛 但是这种 到今天密宗啊 很多密宗人还骂这些 财族打什么说 搞笑 既然骂佛 喝佛骂祖这个是不对的 很多小密宗还拿这个 抓 抓禅宗这些师父的宝贝 但是你要知道 禅宗师父 喝佛骂祖 他要能做出这种事来 你知道 他要成他 他要有多大的慈悲 才能做的 那是大慈大悲啊 他才能 因为要救度你嘛 他说也把佛别的意味不是 因为你找佛像 他找了佛像了嘛 到最后 你永远不要认为 你没到那个城市 因为我们是最高修 说佛 你已经是佛了 那如果我也是佛 你也是佛 在本质上 我们剩下都是假像 你知道吗 你是找假像嘛 包括所有的像 菩萨像佛像 你就是佛 我也是啊 那喝佛骂祖 就是骂我们俩 自己骂的就啥 不能骂的 骂骂我有啥不行了 骂骂你 你也有啥呢 我说你今天就是 看你着想着成散药了 你这个佛像着的 视线的一点不漂亮等等 说你视线 就视线个好样子 给众生看嘛 你是视线每天 坐在石头上 打坐 那能成了佛 他当然有他的角度了 就是你正好 执着在那儿 就是找佛的爱 这样子就是 好像佛 应该是这样子的 好像这样子 睡觉就不是佛了 他一定要坐在那儿 是夜不导弹才是佛 睡在床上就不是佛了 佛好像不睡觉是 他找了一个像嘛 执着了嘛 但是你知道 他在众生 对一个刚刚学的众生 如果听到一位大师 和佛骂祖 他会生不起信心嘛 他不能从这个里面受益嘛 刚学的众生 本来他还没信心嘛 你再骂他就搞不懂了 说他们的大师 他理解不了 他们那最终的上师还骂佛呢 那还让我信佛呢 他根本理解不了里边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有弊端 是没办法了到最后 因为有一批人要走出来 这一批人找文字相 找佛像 那禅宗才出现啊 禅宗的祖神 你看连六祖都失陷了 我不认识字啊 你想多难啊 那些大菩萨们来读 他们是智慧 就是很高的智慧 他要实现一个 他一个字不认识的相 给你奖金 你知道 他那是故意 他是 就是动那一批人 那一批人 找文字相 找得太厉害了 他为了那批人来的 专门破你的文字相 我就老是不认识字 你认识字 你认识字 你没开悟 我就不认识字 你说这平等不平等 就是 就破你那个 你以自以为是的 自以为有才 或者什么的 那就下了 我问你 你不认识到什么 我认识你 你不认识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